民主基金会所做昨天来公布的 赖清德总统的声望48.2% 相较上个月重做了9.8% 新内阁上任一个月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 赖清德声望比旧职前更低 台湾民基金会民调显示 中文台内阁上任后第一个月 时政满意度只有43.1%未破五成 日前更传出财经内阁 遭自家立委私下狠酸 是外星人内阁因为沟通卡卡端不出菜 为什么一个月和人这么重大议题的说法 可以翻来覆去 可以改变那么多的不同的讲法 可见这个内阁真的是充满了矛盾 民调过去我们所经验过的 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到底卓院长的市政满意度 是比起来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这是很难比较 但在野党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根据TVBS民调中心调查 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认为民进党值得信任 赢过国民党的百分之三十七 民众党百分之三十四 对比上一次调查 民进党回升幅度比国民党 多出十个百分点 而国会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在进新闻民调中 政党立委不满意度 国民党百分之五十七点八 三党中最高 人民眼睛很雪亮 一举一动大众都在拿放大镜 严格解释 三连新闻花哨片林嘉倩 台北报道